咱们继续讲 民间手抄本 这局 黑方采用 反攻马 红方也挺横 冲入冰 再冲过去了 黑方必然捕一手 上排头马 黑方禁足 先活通一个马路 下面黑方第一种选择 出了一局 红方自然是杀足 邪马 然后上马 先蹬回去一个 再压住一个 黑方双鞠都出来了 好像也还行 把禁居 兵行线 强占要到 然后 杀兵 捉炮 红方这个炮 怎么处理呢 万万没想到 竟然上马 黑方一合议 可能都笑了 浸泡 准备得紫 爽的 不要不要的 对不对 因为白打 这边还砍着炮呢 问题是你也不敢杀炮啊 人家平居在想 把中炮给露了 红方 亏大发了 公元大爷说话了 走得 什么玩意啦 但是 打仗不靠人多 下面 红方 飞刀出鞘 弃鞠攻杀 还要啥自行车 黑方 黑方如果杀局 一招闭闭 所以 无奈 只能含泪 推铁匠马 然后 平居一锁 绝杀 无解 好 咱们一回到节点 平居不太理想 黑方使出 杀手锏 在上马 登 红方 平炮 闪击 当然如果 逃居 不然是交换 白赚一个大字 黑方 敢这样走 肯定 是有准备的 因为公园藏 落虎 大爷 威震霸风 就是 一拘二 瓦解 洪荒的攻势 下面 浸泡 准备 准备反击 平炮 带起了 拱过了中路 下面 炮后藏区 这一步 老谋深算 为什么要送足 就是由闪击 吊杀 红方 老帅 被锁住了 还动不了 也只好是平居 解杀 黑方 高居 在平居 一锁 绝杀 无解 铁门栓 那问题来了 都无解了 红方 怎么办呢 对不对 民间手抄本 号称野路的大权 风平浪静 必有杀招 进攻 是最好的防守 进局一将 当然不能退向 一招毙命 所以只能退逝 然后呢 照头一棒子 双势都不能动 只能练吧 再然后 就没有 然后了